各位同心 Good afternoon 啊 午安 英語可以啦 再來我們就很少講中文 日本語和英語 我這堂課 大家就有點像剛才講體育 現在跟他講藝術 從小到大後 上過藝術課的請怎麼抓手 畫畫課的有嗎 那很多人想喔 不想讓他抓手一下 來這裡想說 師兄做的事情就是抓手 一天抓手 抓手就是知道 第一個要抓你們的interest 把你們的注意力拉到這邊來 讓你們參與這整個 這是互動的嘛 不是過去的 老師說老師的 我在會比較聽 互動 而且我們說的內容 還有 這邊有意義的 哪有辦法說 把它 ignore 忽略它 來 我們先看頭一張 那有最多我要看的請抓手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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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放下 不能聽到我比較有興趣 不知道幾個 走 這樣很多太好了 看過的你就忍耐一下 再來一次 這是翁萊嘛 大家都知道 沒問題 翁萊 拍那些話 翁萊 對 我是 先自我介紹 我是畫畫老師 我是一個畫家 所以 畫畫老師 是像我在大學教授 我在自己有收一些小朋友在班上 因為為什麼會做這個 因為我對於小孩子 在沒有接受我們的告有進行 那種的狀態我很有興趣 我如果對學齡前 你怎麼開始鋪起來 那時候 你就發覺一個 沒有受影響 有一個對照組 我可以對於 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以下這個例子 就是證明 這個影響有多大 我有一堂課 裡面的內容是 跟小朋友說 叫做 跳躍性思考 跳躍性思考 就是我給你一個物件 OBJECT 一個東西 你就開始畫那個東西 這是頭一個堂 第二的堂在根據 你頭一個堂那時候 你把它變化 換成另外一項 第三個 根據第二的 在跳 跳躍性思考 這跟我們其他所謂的 跳躍性思考的方式 是不一樣的 下一張圖 所以這個 稍微放大一下 麻煩你 這就是 我那個畫師裡面 一個很特別的小孩子 就是 畫出來就畫 裡面有的鳳梨 就是我叫他有的鳳梨 我剛才給他看那顆鳳梨 之後他有的鳳梨 聖結構就不管 沒有上過課 請告訴我 這裡面有幾顆鳳梨 請再有 我來看蘇姬 有一顆的驅手 兩顆的 三顆的 還有有人看三顆 四顆的 以上的 最明顯的 最明顯的是哪一顆 大家都同意 這顆最明顯 創的就 三顆都沒有了 對鳳梨 學齡前 所以他畫鳳梨 沒那麼漂亮 但是你看出來 這是鳳梨 這顆 剛才頭一顆 比起來 學齡前 他也知道 我的作業題目是 你挑一心思考 所以他再來 他就要變化 鳳梨頭一顆畫 之後 就要再變化 他變成什麼 你可以看到 他有這樣畫 他想像什麼 太陽 到最後 再來 是這個 鳳梨變成這樣 大家看他出來 這是怎麼看那顆鳳梨 沒有 不能破 那顆鳳梨 雖然你看 但是你不要把它打開 幾顆 在上面 往下看 對 在上面看下去 就是這樣 這就是鳳梨 然後就旁邊 往來 但是他不簡單 讓他這樣 從上面看 他把它變化 你都要挑一心思考 就是你還要再 再進一層 再想出百項的問題 他想出什麼 石巾 很好 誰講的 時鐘 對 他想成時鐘 但是這些時鐘怪怪的 十鐘上面應該有數字 他有什麼數字 沒有錯 但是 怎麼樣 那數字怪怪的 27點 27點 學齡錢 你不可以拐 但是他意思到了 就是1到27 還有 處理的是 怎麼會給雞 時鐘上面還有三個雞 頂多三隻 這幾個雞 他要做一些adjustment 要有點調整 就是有生有錢 對於來說 好像有點在動 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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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洗錢 洗錢想之後 他再放一個籤子在那裡 把它想成pizza 這還成pizza 有成嗎 有成啦 小朋友要先吃 成pizza 到這段 他月到差不多這段 停下來 要跟老師說 老師我要照尺 把我偷照 偷照 有需要用的照 我親愛給你問 鳳梨 你圓的鳳梨 你圓的鳳梨 沒有直線沒有橫線 為什麼要跟我借齒做什麼 畫鳳梨為什麼要借齒 但是我這個老師 跟外面的老師不一樣 我一定借你 你跟我要什麼 我就給你這個材料 其他外面說 你也擅飽 這個鳳梨 一定不理他 其他老師是這樣 我是說好那給你 他結果畫出最左邊這個 他也是在外的鳳梨 這要怎麼看 他畫出來 上來畫一下 二十分鐘以後 作品完成 後來畫一下 我看一看 嚇一跳 是天才 後來果然證明 這個鳳梨很強 他後來去讀 世代的數學系 再來去研究所 他是高材生 一直塑好方便 跟幾何 託譜學 一直打下去 越來越厲害 他就是畫這樣 這表現什麼 這跟這有關係 我剛才說跳一心思考 你來對這裡 跳到這裡 吃到滾鞋 頭上去在跳這個 是怎麼聽 你的鳳梨整顆 都滾的 你鳳梨放 讓肚子滾動 他在肚子 肚子扭來 就變成一條筍 就變成這樣 那時候其他老師說 徐老師你解讀太多了 你自己把大人的想法 套在小孩子身上 再看怎麼這樣 我說沒有 你看這個是什麼 上面有什麼 一輛車子 對不對 一台車在這裡 車載到這裡 有軌跡 有軌跡 軌跡 軌跡就是那個track 你走完之後 有一個軌跡在下 那就是你的鳳梨 如果是連鞋 這樣扛 那就是一條搶出來 怎麼證明 你剛才一二三嘛 叫這個手裡走 那一條一條一條 這樣走出來 喔好厲害喔 為什麼 它本來是三度空間的鳳梨 單一角度觀察 我來比做什麼 加上一度空間並且時間 時間加進去 並且四度 還拉回一度線性 在學零錢 二十分鐘來得完成 我如果給大學生這種題目 二十分鐘都畫不到什麼東西 真的 因為卡住了 經過我們的這一套教育以後 卡住了 你也能想像嗎 一樣這個圖 在我那裡 我跟他分數看得很高 我說這是我正畫士之寶 這種圖 你上去小學 叫高老師 你看結果是什麼 老師說 好啦好啦 是不會直接罵他 但是說六十分鐘 過關 好啦 請好 請好 現在是這樣 過期是王媽 你畫這個什麼東西 躺在旁邊 對不對 那就是我們的教育 我們在座很多 就是我們的教育系統造出來 其實我們都缺財壁 在座每一個人 來這裡上去一定不簡單 你們的已經比一般的台灣人 別很多 但是過去就缺財壁了 不然要幫你好好財壁 不然我們可能性是很大的 所以果然沒有錯 這個小孩子後來就去小學 我那時候就跟他們的媒婦說 你們這兒子快上去出國 去接受好的教育 你們那小孩子是天才 好好教育 結果父母親不聽 就是一樣 靠什麼美術班 越威越害 因為那種就是自私化的教育 走在裡面變罐頭 造出來的一種想法 不會有其他想法 你哪造出來 好可惜 以後就不會再畫這種東西了 他畫裡面是沒有思考的 他畫變成一個什麼 技術性的東西 剛才有技術 有形不形 那畫照片一樣 沒有在思考 這個時候有思考的話 他的頭腦透過視覺語言 在說事情 好了 講到這個 我就說小孩子的教育 就影響教育最大的老師 雖然說教育不合理政策 但是老師的執行可以變化 我們這個老師是這種的 過去為什麼我們的教育是這樣 因為過去我們台灣 說一台經濟方面是比較 製造 加工 是製造業的思考 我們買愛的人是什麼 守時 你說什麼你就做什麼 不要跟你變化 那過去了 現在百分之八十都服務業 你要創意要思考 可是過去那個老師 現在還在老的學校幫你教 這些老師你訓練 我沒有說他錯 但當時的情況下他OK 但是現在我們的時代已經變化了 我們大部分的工作 過去都不會聽到 什麼程式設計師 但是創意總監 過去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我們的行業大部分 過去都沒有 過去十年都沒有 突然在這十年之間創造出來 以前玩電動玩具 是難聽的 對不對 從來的初代人 玩電動玩具是難聽的 現在是顯學 大家都想要來媒體傳達戲 什麼動畫來生這個 因為它產生一個新的產業 我請問你在往後十年以後 台灣要做什麼 你現在的老師有自己訓練到 可以面對未來的台灣嗎 未來的job market 是職業市場是什麼 我們有教育年輕人為到未來嗎 還是為到過期 這就要怎麼想 所以這裡面牽扯到幾個事情 我講到最後再講另外一件事情 講到這個小學老師 我就不得不講 說我過去 我在美國的動案特製 我是唸藝術研究所 那個學校有一個特別的制度 就是說你 學期結束的時候 你要把你的作品 擺在一群 一瓶家的套陣 一瓶家就從世界各地去找來 有時候英國、法國 就坐在那裡 差不多七倍的 你就等於 Defense你的work 就是 論文要做什麼 Defense怎麼講 中文 Defense就是 為自己的論文辯護 Defense你的作品 那時候我的讀書擺出來之後 由第一學期擺出來以後 有一個日本教授站起來 我這不是編的 所以我可以講名字 他叫中里奇 他是我一個很尊敬的老師 他以前是日本高材生 拿洛克菲勒獎學金到美國來託授 一個高雄 他是60年代就在那邊念碩士 很老的 站起來就說 你沒有去過歐洲 我看你畫的顏色 你沒有去過歐洲 這個句子造材 我就覺得奇怪 你是要批評我的畫 你管我有沒有去過歐洲 但是那久的對來的傷很大 為什麼 那班上的同學 大部分沒有人沒有去去歐洲 因為是名校 大家放假一定會去歐洲玩 我是有台灣人來的 只有一個而已 我聽到這個 我說 我當下沒有講話 但是回去趕快就跟我罵 說 老師今天給我批評 說我不要去歐洲 然後我去一個 好 這個暑假你回來 我送你去歐洲 所以那個暑假 我就在台灣酸結團 我想說 也不能親菜經團 我經個退休老師 台南那邊有個 退銷國小老師 組了一個團 我就說 好 參加這個 都高級知識分子 做一個 算可能比較有趣 所以我就跟他們去了 國小老師 你少說 師專畢業 師大畢業 對不對 都教育心理 還是各個行業出來 都水準很高 還退休 表示教育經驗又豐富 結果我們第一次不叫歐洲 來 下一張 那個台生 幫我下一張 我們到歐洲的時候 就是義大利 法國 瑞士 第一站到這裡 有人看得多 知道就不用講 知道要講 但是上過我的課都不要講 有人知道這裡是哪裡嗎 這麼多 歐洲的哪裡 有人知道嗎 有人知道嗎 在義大利 梵蒂岡 羅馬天主教 梵蒂岡 一個小國家 但是這個國家 控制所有天主教 裡面天主教 每個地方都紅衣主教 對他任命 號令天下對接的地方 在宗教上面 在天主教的教宗 這間家 建的十六十七世紀 一百二十年把它建好 一百二十年 這裡面沒有鋼骨結構 沒有鋼骨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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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鋼頭張起來 這多大 下一張 你看人 那麼高 走到最佔他看 unto人 papelél 裡面侵在幾個雕砂 上面十二十 six十年 一個雕砂 跟達 slightly 一個雕砂 完全一個雕砂 過去也沒有鋼骨結構 這鋼頭î 上面要做鋼鑫 它牽住 早就去大間的教堂 這只問 五層老館 OK 下一張 這是你上面看下去 梵蒂岡全部 梵蒂岡的地方不大 但是它是歐洲天主教的重鎮 不是重鎮 就是核心 我剛才不是說那個人 雕塑嗎 12個石膚的雕塑 從這裡看下去 這環保這個是Berlini建議的做的 很漂亮 看在外面 下一張 這裡面 裡面有一個像天坦一樣 一個 同一主教在這裡開花 上面又是另外一個部分 一千一千的雕塑在這裡 一樣三個人高 你看 你去壁就知道了 三個人高 走到旁邊你看 這塊雕塑 這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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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雕在上面都有 這裡金碧 輝煌 金也這樣去看 來 再來下一張 有個不同角度看 因為裡面以前沒有蒸燈 也沒有冷氣了 所以都自然光 照進來 很漂亮 你看地板是平的 十六 十七世紀 大理石給你做的土塊是平的 我們現在你去大白人看 連我們的馬路都做不太平 我們在路上塞車 好像在塞車一樣 會塞 你去日本怎麼會這樣 沒有 我去日本去那麼多池 我去美國高速公路怎麼會這樣 沒有啦 所以開好車要開在美國的 或歐洲的馬路上 很舒服 會睡著 路還在那裡 噓噓噓噓 都這樣噓噓噓 都沒有聲音 再來 我們到這時候還沒做 做一個平的路線 還有一個放大 麻煩你 這個剛才看的那管管的 紙到這裡 上面又這樣 上面開天窗的 光線照下來 很漂亮 看到這個 正常人的反應應該是怎樣 哇 真讚 好喜歡 那個手機馬上關一下 那 看著這應該是很 嘆為觀止 覺得 太偉大了 人的感覺渺小 你在裡面感覺渺小 結果後面一個老師 突然冒出一句話 說這個沒什麼 跟台灣廟一樣 比較大聲而已 聽一下我一個人就 撞不住 我說 怎麼會說這種話 不是 怎麼會說這種話 說不出來 說不出來 你看這個應該的回應是說 好偉大 好漂亮 好莊嚴 好神聖的感覺 結果你出這種話就是 感覺什麼 跟人家招攤 招攤 招攤什麼意思 對 本來是在這個位階的東西 你把它放那麼多 本來是很漂亮的女生 你跟人家招攤說 那難聽話 到這裡 明明是在高位的 明明是在高位的 你把牛的牙腳來 那還給人家招攤 對吧 你明明是人 你用豬來罵他 用動物來罵人 是不是給人家招攤 因為他是上帝形象照的人 你沒有給他尊重 你放在這裡就是給人家招攤 什麼樣的人會講招攤 在牙腳的人 照理說你沒有給人家招攤 你讓人家招攤 你用你那種話給人家招攤 但是你現在是老師 說這位是老師 你是受高級知識教育的人 我們在說這種話 這種人來教問 你怎麼是招攤什麼樣的人 會不會來招攤外人 會啊 當然會啊 你如果做不到數學體 就打過去不是什麼 選出去買啊 我以前小學就是這樣 從一百分倒回來打耶 沒有一百分開始打耶 九十九分打一個 這是什麼教育 那不是跟人家招攤 就是什麼 以前什麼學二部習班 那是打到怕死人 教三等打耶 考試是三餐在考的 怕死人 那種的怎麼是 怎麼是一個尊重人的教育 不怪這種人出來 後來又做一樣的事情 對於他的下一代 家暴就這樣產生嘛 因為學校也是這樣做啊 像家裡也打 學校也打 這是什麼社會 撞不住耶 對小孩子來講 會瘋掉 這是什麼世界 我來到這個是什麼世界啊 家裡也打 這裡也打 用打兒子也打 為什麼 殖民地教育 你有做奴隸嗎 你再接受這關教育 還沒辦法反抗 還不知道怎麼反抗 好啦 這是我們的老師 果然沒錯 那旅行接下去 過來接下去的旅行 我就想 啊 什麼事啊 老師的講究安委 村的就應該差不多了 沒有錯 後來我們去美術館 我在那裡看堂的時候 結果怎麼樣 那個老師一下子都不見了 結果我看兩個小時 到出口那時候 有一個禮品店 在那裡有咖啡店 他們都坐在那裡喝咖啡 看著我說 徐老師你現在才來喔 我們老早在那裡坐在那裡 開工兩小時 我說 上面那裡好看 沒有在那裡看 走來這裡做什麼 說那裡工具要做什麼 這裡都有了 我們在那裡喝咖啡 我說那堂就不用看 沒有啦 你去搜尋去買的就有了 上面都有堂 還有解說還有說明 我說我來就是要看原作嘛 我要看原來的作品 怎麼可以看複製品 複製品我在台灣就好了 我花那麼多錢來這裡做 我跟你講這群老師已經習慣看複製品 沒辦法看真品 習慣看低劣的 沒辦法看高級品 網路上沉迷的那些男生 看那個美女照片也是 你只能看照片上的美女 真實世界的美女看不見了 你沒辦法跟她互動 很多宅男都是這樣子 網路美女 網路美女 你是跟活生生的一個人 在那邊過生活的 你如果看不到真人的美 去看那個平面上的美 你這個人的胃口有問題 接下去你的人生會有問題 對吧 很正常嘛 因為這裡出了問題 教育問題這個都在來 這個就很大問題 接下去我就不講了 因為今天時間關係 我要開始講其他的部分 我回來 為這個後天回來之後 我就 因為我是老師 我也會想說 這位老師是發生什麼問題 我怎麼幫助他 你可以批評他很容易 說這位老師 怎麼樣 哪裡不對 但是怎麼幫助這位老師走出來 他發生什麼問題 我後來發現有兩個主要的問題 第一個叫capacity 能耐 他沒有這種能耐 我待會兒解釋上面叫能耐 capacity 英文字叫CAPA capacity capacity就是說 比如說我講一下 電子 電子 capacity是電容 你一定要放電 在裡面放多少 capacity 但是一般來講就是 百度 百度有多大 這裡有忙 一度很純粹 放在你頭上 你的肚子就這樣而已 你看看日本電視那種大胃王 比賽 你吃不下去 你的胃就只有這麼大 你按照你胃的大小 來決定你吃什麼 所以基頂老師 也沒有欣賞 藝術品的 忍耐 所以看到那個 沒辦法 他就逃跑 還不就跟人家走 還不就跟人家走 還不就跟人家說 這沒什麼 對不對 因為你沒有這個能耐 所以你閃 如果不閃就跟媽媽 就是這樣 就是沒有這個capacity 我怎麼增加它的capacity 就是變成我的課題 當老師我就說 我要怎麼增加你的能耐 可以看得懂高級的東西 藝術品的東西 我說我們台灣也是這樣 你現在製造業出口 還是製造業導向的國家的人 你的能耐沒辦法去欣賞藝術 對你來說 名牌就是買來 你不會真正enjoy 這名牌代表的意思 你的能耐就到這邊 就是到這裡 你現在開始看 我們製造業外移 當地的國家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過期 差不多23-23年進行做的事情 你現在看他們發生什麼 你表示什麼 你upgrade 你升級 你往回看 對不對 一樣的 日本怎麼看台村的亞洲國家 日本那時候看到什麼 看到歐洲 黑船來日本 他們露門那時候 他們看這什麼事 武士道的肚子要等掉了 人家科技已經發展到這地步 我還在做什麼 所以龍馬看到 不行了 我沒有講很多細節 但是日本人那時候覺醒 在亞洲國家唯一覺醒 不是說中國很大的 人很多 不怕你來怎麼樣 結果 巴國聯姿給你攔 給你打 待會兒就是給你殖民 殖民再來把你當奴隸 剝削你的資源 你去看非洲就好 非洲沒有覺醒 所以你現在說 非洲哪個國家起來 有沒有 沒有 人家就抓他 做美國去了 當奴隸 現在想辦法解決這個奴隸的問題 變成美國最大的課題 永遠對不起他 比如說這樣 這個不要講太遠 說的capacity 我怎麼增加一個人的能耐 可以看到藝術品 我要增加他的語彙 語彙就是language 語言 比如說我親切講 我會在台語 我會在中文 我會在日記 我會在英文 我會在法記 我所了解的世界 就比你只知道中文 世界比較大 對不對 沒有錯 因為我看到什麼我都可以解讀 所以你語言越多越好 鼓勵小孩子多種語言 語言多 你所接觸到的那個範圍就很快 全世界都能走 但是語言不是只有講的語言 這語言不是只有一種 還有什麼 我親切講 吃也是一種語言 你只能講中餐 你日本料理不好吃嗎 意大利 法國菜要怎麼吃 不是只有吃 吃什麼都要吃 是怎麼去吃 這就是一個學問了 你以為我吃一克三千塊的牛排 你不知道怎麼吃就浪費掉 吃了 你感覺不出它的粿在哪裡 熟成牛肉 我忘記了 酒 以前我記得台灣很好吃的時候 酒是青菜糕 我說你怎麼照顧 三十年 二十年的酒 你怎麼用管的 不是嘛 人家酒是慢慢品嘗 去享受的酒味 聊天 那個氣氛 就是這樣 你不要喝酒都管的 糟蹋酒 因為你不知道好的酒 好在哪裡 好的茶好在哪裡 你就要管的 那就是你給它糟蹋 這就講到這個 除了這個語言 還有什麼 聲音的語言 肢體的語言 每一個人 他用的語言都不同 我說到這裡 我插播一下 我們家的 每一個家的小孩子 他們對於不同語言 都有他 吸收能力不同 有的人是聽覺的 人 他哭聽 他沒辦法看錯 看錯對來很疼 有的人是哭聽 有的人是看錯 沒辦法聽 他就要討 有的人是素質的人 用素質來觀察他的世界 有的人是肢體語言 跳舞 所以你如果一插一插 你不要把他拐 他就是要透過身體 碰撞去學習 運動人 上去運動場 他的了解世界方法是這樣 有的是透過觸感 小朋友你不給他摸 他不會鬆快 他很需要大量的 配搭 你只用一種的教育 被套在所有不同的小孩子身上 就發生問題 因為你不符合你的標準 的存在都是什麼 庸才 只有你裡面的那個叫做天才 還有一些事情 只有你這個科學的系統出來 才叫做第一志願 怎麼是這樣 存在你當中不是人 你的教育有問題 過去的就是罐頭教育 數學考得好 物理考得好 還是什麼考得好 這是好學生 那有一關事情 不是這樣子 人有很多種 會跳舞的就走不出來 會畫畫的就要到一邊去 他們就真的到一邊去 到過期我們的教育系統 他就去 什麼 比較爛的時候 三流的學校 去那個學校 大家都在那邊爬 浪費時間 浪費生命 很可能 我們的教育 把人們變成這樣來處理 本來是這樣的天才 剛才畫那一關天才的小孩子 進去他的教育系統 基本上找他 我們都缺財財 因為他沒有把你當作人 好好把你接背 沒關係 這時間過了 我們現在來到這裡 就是我們要把這個情況 我們有一個機會 台灣民政府 我們有這個機會 我們會改變 這是講到這是什麼 這是capacity 能耐 capacity裡面 你比如說 還有一個language 語言 底下還有智慧 你不能說 我要說英語 我們說看看 你英文智慧是懂多少 不要幾字 你賣的字不夠多 你不能講你會英文 你剛才會講 你好 你就會發語 不是這樣 所以你下腳 就要有很多智慧 一樣 你說台語 你只要說多少字 台語裡面是很漂亮的地方 那種字 你講得出來嗎 會黏得出來嗎 還是說只有電視去看 那種肥皂劇裡面的那種台語 不是嘛 台語很漂亮 你看看 人家中路高 唱聖詩裡面多少 那種 黑路上的那種 歌詞 走出來的 那都不一樣 那是另外一種台語 你才知道有這種事情 對不對 以前台灣人也什麼意思 但是說到這個 這就是標示說 你在每一個單項的語言 會比較豐富的內容 就是這樣 另外一個我要說就是解碼器 我現在倒回去 剛才那個老師 看到那個場面那時候 除了他沒有這個能耐 可以了解以外 他沒有解碼器 他的解碼器過去只能解讀什麼 比較簡單的東西 看到這個複雜比較高層的東西 沒辦法拿不出來 什麼叫解碼器 我講一個比較簡單的概念 就是 我現在跟你講我的對話 我講一下 讓台語還是北京話跟你講 我 頭腦已經有個概念 所以我翻譯成 你聽我的意見 說讓你聽 你聽著解釋成概念 你才吸收 好像語言是抽象的 所以你腦袋裡面 要一個解碼器 給你解的 像你看你去日本去買錄影帶 還是去東南亞買錄影帶 拿來台灣沒辦法營 那就是 取也不對 你都要買一個解碼器 再去蓋 之後再看影像 再看清楚 不然就有什麼 一樣 他們這段老師看到歐洲這件東西 沒有解碼器 你怎麼樣 用你現有的解碼器 套出來就是亂碼 亂碼之後就說 這是什麼東西 什麼都不是 所以我們要對於現況 看到觀察的東西要有解碼器 你們看到台灣民進府出現了 以及是法律的東西 國際法跟我們的基本人權 這種概念的東西 你過去沒有受到這種教育 你看到這些東西 沒辦法解讀 沒辦法解讀 你就套過去的觀念 比如說用政黨的觀念 我們過去我們從下而往上 你去抗議、去遊行 你的解碼器 都是在層次、沾處的解碼器 你不要想到 用法律可以解決台灣的問題 所以你用競鬥、鬥爭的方式 台民進府你就完蛋了 所以就有一個人要用鬥爭 想說他們就是為了禁止 或是為了權利進來 那是不同語言 來到這裡遇到法律的時候 會遇到問題 你解讀不了這個人在冰箱 做什麼 看不見 你用錯解碼器 所以我們在調整 在這裡就是教你法律 你不要聽話 學校沒辦法不教 來這裡再抗一次 去知道我們台灣人是什麼人 我們的議員是什麼 我們的母國是什麼 我們上面是有人 日本的天空跟我們是什麼關係 我們現在的心情是什麼關係 我們跟中間有什麼關係 那都不一樣 那不然這樣 這個解碼器給你之後 你會發覺什麼樣 豁然開朗 對吧 突然你看 報紙看得馬上清清楚楚 看得現在政治現況很清清楚楚 我們過去 前幾人好很多人說 比如說國民黨在那裡 這些都說過了 我說一個比較新的 最近一兩天發生的事情 美國有一個參議員 跟日本安倍 對話說什麼 說釣魚台是日本的 結果中國抗議 中國說什麼抗議 他開始用國際法語言 他說 他說這句話不對 你說的是管理權 日本釣魚台的治理權 管轄權 還是說他的主權 當時中國開始用這種語言 就是他開始學會了國際語言 這是一個好現象 我們看解讀這段新聞消息 你知道他們在改變了 美國在做機會 做chance 讓這件事 付出檯面 你們是初級班 我沒有說那些 但是螢幕前面 還有很多人在聽 所以說這個 多少套到那邊去 說到這個 我剛才說到這個 問題就出在 我們受到的教育 其實是一種奴化教育 所以你是奴隸 你怎麼會看得懂 藝術是屬於 我們說得特別 叫做治國之學 藝術這種東西 你看英國皇家的教育 一定會有一個藝術課 而且很重要 不像藝術課 拿去做什麼 去補數學課 去補其他學科 因為他覺得你不需要 知道藝術 你流亡 你對你的態度 是說你叫我們 你不需要知道高級的知識 你如果數學就要 算小就好了 我叫你做什麼 你會照做 你會背 我們的科技就是 靠你背的 很快的把背進去的東西 很快的吐出來 一個小時裡面考試 你要考出來 這就是這樣而已 不需要知道太多 說到這個 我們變成奴隸是 心甘情願 我們選擇的嗎 不是 它有一個原因 什麼原因我們變奴隸 我們劍敗 我們本來是大日本帝國的成名 我們戰敗了 所以被人家佔領 所以 叫我們當作奴隸來處理 這個是因果的關係 但是你現在有機會 不用這樣 因為縱使他把我們折領 他也要叫法律 來把我們折領 不可以改變我們的議権 不可以改變我們的國籍 不可以做這個有的不的 違反日內瓦第四公約的事情 我們有我們的權力 我們知道法律之後 我們就知道要怎麼保護我們自己 說到這個 我還要再講一個 就是一個概念叫做存在感 我慢慢的 其實我現在等給你們 就是解碼器 我講一個東西 你們再回去看整個歷史 你有很輕瘦 這個解碼器叫做存在感的解碼器 存在感這個東西 比如說一個小孩子 Baby 長大小時候 剛出生 他認知到他自己兩種方法 一個是對自己的認可 還有一個外界給他的回應 比如說我是Baby 我輸媽媽的冷 肚子腰 他會給我照 對不對 我慢慢知道 在我存在以外 出息之後 在我存在以外 還有一個另外的存在 跟我的互動 我如果做什麼動作 他會給我回應 用這個來確認自己的存在 這個存在感 慢慢建立 媽媽會給我照 我照就會被需求被滿足 但是這件事情 被扭曲掉 會發生問題 比如說我在照 我的肚子腰 他會給他碰水杯 這個Baby就可能了 每一次我自己說 要討論東西 他會給他負面的 就嚇到了 對不對 我到底是什麼人 我是誰 所以小孩子在成長過程當中 如果去小孩子 去虐待 大部分都有問題 我不要去育幼院 幫助那些院童 我們辦活動 請再來參與 讓他們吃 讓他們玩 那裡每一次我觀察到 受虐兒 都是密的角落 或密的座位 你把他叫他出來 他說 當作我沒有看到我 他就是沒有存在感 他不要讓你注意到他的存在 說得不好 我們某種程度 我們台灣人都是受虐兒 我們都有那種心態 我們都說 當作我不知道 我沒有看到 美國人都 老師問問題 每一個人都怕手 我有問題 我有答案 我有答案 就算錯了他也是舉手 我們這裡整個都常常常常 沒有人覺得出聲 那就是過去不斷的被 在你尋求你的存在感的時候 說 我是台灣人 啪 打來 你中國人 我是台灣人 你在尋求你自己認同 去用否定 去用虐待 你才會變成今天這種個性 這就要讓你站起來 我現在要跟他講 他解碼器讓你背起來 讓你站起來 知道你自己是什麼人 這就是存在感 你台灣人的存在感沒有 你會認同錯誤 我等一下再說更複雜的事情 現在講的存在感這種事情 這是個人的存在感 還有群體的存在感 慢慢的 爸爸進來 爸爸也來照 我家庭成分 還有爸爸還有兄弟姐妹 越來越大 你就形成家庭的存在感 有的家庭 你如果 又用 又落 又厭 又漂亮 走出來都有風 對不對 那些 村落裡面 還是家庭 家庭比較旺 那種 站出來都有風 對不對 那種就是比較旺 它的存在感很強 走在那裡的資源 拿得比較多 就是這樣 如果一個好幾個家庭 結在一起 就變成部落 我們過去台灣人 就是部落的形式也存在 為了要什麼 搶資源 以前農地 什麼都要唱資源 對不對 所以你比較多家庭 人生的道祖金 跟別的姓氏的商場 商人的地方 對不對 贏的人拿 全拿 弱的就走在旁邊 去賣 走在保育去找 另外的生存方式 都這樣 弱弱強死 這如果 部落比較多 變成叫做什麼 小國 以前日本、中國 歐洲都有 小國家 Kingdom 小國家成立 國家 還不夠大 大國 大國 會對國到外面侵略 開始有制度 因為你開始的部落人 開始坐著 就要管理 越來越有制度 生存感強 還要一個東西 當作支持 就是 你不是給它存在感強 你說實力 什麼人 存在感強 實力強 美國 美國人都這樣 有實力 又很壞 說話都很大聲 走到哪裡 讓人知道我是美國人 那些人是存在感強 實力僅弱 中國人 即使說我中國人 是中國人 真的開始要打 又急了 實力不夠 什麼人實力有夠 但是都點點點 日本人 因為 他的老闆都砸起來 我們日本人 為什麼 戰敗 以前過去有兩個大國 在修台 美國和日本修台 我們台日本 和美國修台 我們輸了 以前部落 跟部落相打的時候 是怎麼樣 把對方的 酋長的手機砍下來 趕的村落 的頭巾 要把他們打走 對不對 這是戰 我要讓大家知道 是戰爭的殘酷面向 殘酷面向 我把你劍贏 我隨著我 什麼條約 什麼平等條約 沒有平等條約 那我什麼平等 你就劍書 不然全部滅掉 但是 人類的戰爭發展 越來越有趣 他覺得 我如果把你們全部的人 都滅掉 打算 自圓都是 所以 一個部落 打人另外一個部落 你說 對方的男人 還是你們老人 大人 男生 比較聰明 會跟我相打的 都台 就是這樣 這就是殘忍的 生存遊戲 你看台灣能面對這個問題 以前日本對國 是一個很強的系統 美國把你用不對方 當然他打贏了 沒有錯 那個其他我暫時不講 但是他做的事情 就是要消滅以前的 日本帝國裡面的那個系統 所以叫一個三流的國家 中國來管理 把你糟蹋 你糟蹋到台灣人旁邊這樣 本來我們是指靠自己人 我們有國際博覽會 都在台灣出的 我們最好的系統 台北是地下水道系統 自來水系統 中國人都不要看過 你不要看過台灣是這種樣子 那是一流的國家的樣子 去用灶台 他跳過他 美國人跳過他 所以你才有今天 你這種的結果 所以一尊 是不是我們選擇的 不是啊 我們健白 沒辦法 國不中 沒辦法 就是這樣 你就去用灶台 去用膏 但是現在有機會可以回來 為什麼 現在變成那些中國 又不會來了 像他唱歌 美國要把他押下來 要怎麼押 美國人自己來 不會啊 他又聰明 要叫日本又起來 來對付這個中國 再押起來 所以我們才有這個機會 台灣人聰明 六十幾年 六十八年 現在才有機會再聰明 我們現在這台 台灣人都要聰明 我們好好教育 我們的後一台 我們這台沒辦法 沒關係 我們倫一台 讓我們的子孫有機會 讓我們的子孫有機會 我們繼續再看賭 不然都是我在說的 來 我告訴你 剛才說到那個 就說對方 我一個新的名詞 我別人沒說過 我第一次說 你聽得看 就是一個國家 把一個國家打敗之後 除了對方手機砍掉 比如我們天皇 給我玄智 不是真的殺人 但玄智不能當 村內的百姓要怎麼 怎麼 你全部殺 還是要過日子 錯了 那是從人的角度 從你們的角度去考慮 但是我戰勝國 我從什麼角度來考慮 你們這些人 什麼叫還要過日子 我不讓你過日子 我都被殺掉也可以 你為什麼要過日子 你有什麼權利過日子 是不是 戰勝國有絕對權利 決定你去留 或生存 或者死亡 對不對 沒有錯吧 過期是這樣 戰勝國就是這樣 不然叫戰勝國 以前中東的那時候 台是中台的 大小小 你怎麼到 以色列的歷史就是這樣 進入夜歷歌層 老少又全部殺 為什麼 怕你出了後患 怕你後台又站起來 又打 所以我就打 打得你都沒了 全部消滅 不是還要過日子 那句話 你被佔領者說不出來 那他要 我們就要仰賴他的mercy 就是他的 mercy 慈悲 你怎麼說存活下來 是這個態度 所以他們戰勝國會做什麼事情 資源回收 資源回收 這句 你聽得清楚 我們是資源回收人 我們台灣人是資源回收 資源回收 資源回收有什麼意思 不是讓我站起來 沒有 你就繼續在下面讓你運作 沒關係 你有意見很好 你不要弄錯了 我歡迎大家有意見 就是說你繼續的運作 但是以一個物料 你的層次是很低 可以 barely survive 就好 我要叫你做什麼 就做什麼 可以做 所以你不用知道太多 你是好像一個 資源回收的人 比如像什麼 我舉幾個例子 資源回收就是每天在忙 忙著工作 為什麼 你會有產出物 我希望你繼續生產 你在不同行業裡面 有錢拿攤 有飯拿吃 有電視拿看 有娛樂事業 有歌拿唱 有舞台跳 就好 你會記得那時候 中國 佔領香港的時候 改你動作就想 支援回收人 整個香港就是支援回收城市 你們繼續給我賺錢 到時候錢交來我們中央 北京這裡就好 你就舞照跳 馬照跑 對不對 他不是這樣說 繼續跳你的母 繼續走你的妹 去玩馬票 香港人玩馬票 去賭博 那就好 你要做人 你要做什麼 你做資源回收人就好 你會對我這個Kindom帝國 有產出物 也能幫助我們就好了 遊戲規則我來定 你只要當一個人 當作一個會運作的東西就好了 現在瞭解你們是誰了吧 瞭解我們現在的情況是什麼 叫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人有幾個特性 我可以說 我還有一點時間 我用幾個 因為你成為資源回收人之後 你不會想知道自己是誰 你說我是誰 都好 很謙卑 我為什麼講豬文化 整個中國裡面 大部分都是資源回收人 所以他退 什麼叫 我們為什麼中央地 我們不是說條國要跟人家交代 是他真的活得像豬一樣 為什麼像豬一樣 因為他不然就往上走 他的公平正義 沒辦法得到發揮 退而求其實到後面 只好說 你給我一餐餐餐吃就好了 那不是第一 不就豬嗎 你給我吃的肉 有給他錢 有給他算的就好了 所以我沒辦法管 你退而求其實 退到那麼後面 所以整個中國就是這樣 因為真的掌控者 遊戲規則都不是他們人民 跟他無關 關係 那上面的人決定 消耗你們大部分人的資源 這就變成 後來變諸文化 就是這樣 台灣人也變成這樣 我是什麼人 你說我中央人 好 我中央人 我說我給老人 好 我給老人 好 我給老人 你不知道你是變不出的人 你老的婚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這次對抗 過去講的這個虛假的神話 我們只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什麼 Facts 事實上事實的文件 證明我是誰 第二個 科學的證據 DNA告訴我 我是誰 你搞清楚自己是誰 你就不會變成 單單是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人 有很多特性 除了我剛才說 他不太需要知道他自己是誰 你跟我是誰我就都接受 還有一點 我就是忙著每天的工作就好了 早上9點下午5點 中間一點娛樂 讓我繼續工作下去 太太心足夠養家活口 這樣就好了 他也希望你做到剛剛好就好了 不要太多 太多會出事 因為剛剛好為了三餐 在那裡走總就好了 不要來這邊上課 我邀請很多人來這邊 大部分的答案都是這樣的 我很忙 我明天要上班 我哪有時間來 我只能不能三餐 要吃就沒時間了解 我是誰 你就是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人 繼續讓你維持在自由 另外一種話 在日本人寫出來 上一次我講的 叫做下流社會 所以現在當下流社會的人 其實生活過得還不錯 這是日本人寫出來 透過統計數字 也有一本書在講這個 它是怎麼樣 就是說你現在當下流人 一個月收入不用一兩萬 跟父母親住在一起 三餐廳去買7-11便當75塊 就能改館 你要看錄影帶上網都有 可以啊 都吃到飽了 有時也有手機啊 朋友的話去買unicolor衣服 便宜幾件都可以 穿得還不錯啊 也蠻fashion 就可以跟人家出去玩了 但是他要往上爬 他要付出代價太大了 以至於他不願意走這條路 他現在stay low 就很不錯了 pretty good 我當一個下流社會的人 蠻舒服的 所以當然現在很多年輕人 變下流社會了 我們是資源回收人 又養出一群下流社會的人 你不會比這個更低了吧 這就是我們現在台灣的現況 你不要做給主人 你如果要想起來 我在制定一個遊戲規則 一個民進黨一個國民黨 給你對抗 要賠的錢都是 還是你們身上的血 對不對 什麼下屍什麼死的 要賠多少錢 誰出的啊 也是你們出的啊 銀行貸帳誰出的 最後還是全民繳稅啊 還要收到回來 還要倒回去 你不會傻 大家很傻 傻到變成這樣 是一個資源回收人 對付資源回收人 就這種方法就可以了 你以後永遠stay low 不需要知道太多 你剛才來這裡來聽這個 就是你已經變了 你開始開竅了 聽得懂了 眼睛開了 所以大家來一陣 大家眼睛得灰灰灰灰 你聽清楚以後 你眼睛會金起來 你開始聽得懂事情 看得懂事情 你也有解碼器 你有能耐 我這個課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我的課雖然在講藝術 但是我帶出來的東西很多 資源回收人還有幾個東西 比如說 我用英文幾個字講 Consumerism 就是你每天忙著 就是跟消費文化有關係的東西 每天都買 買就花掉你大部分時間了 買東西 跟買相關是什麼 媒體 他們叫做什麼 所有東西都跟宣傳有關 我們是靠宣傳 你看的大部分節目都跟宣傳 自入信息 叫人來加 加你去買特定的東西 對不對 你看所有節目就是要加你去買東西 買後 你不夠錢 你就要去賺錢 賺錢才來買東西 但是你會買特定的東西 因為是Promotion 鼓勵你去買這個東西 那你就回繞在消費文化裡去買 所以資源回收人 用這個就可以讓你Stay Low 那還有一個什麼 除了短視禁 只要賺錢賺錢 活你每天的生活以外 你還不需要有史觀 而且 我再講一個 就是相對主義 就是說 我們現在 你跟家族的人說 民政會的事情 他們會有一個回應說 目前這樣就好好的 好洗好洗 怎麼變化 我有頭髮走 我不拿去吃 怎麼會比較壞 你做得比較好 那就是資源回收人的腦袋 他從來不管他自己是誰 也不需要知道自己是誰 也不需要知道自己的孩子是誰 他只要這台這頓飯 跟他好過就好了 他不會去想得到 不會想得到 因為你的腦袋已經被縮到 只能知道下一頓飯在哪裡 這樣就好了 了解 藝術不是在講這個 藝術在講high level的東西 如果懂藝術國家的人 看其他國家的人都很清楚 所以你去東南澳國家很難看到藝術 你看到公益沒有藝術 因為還沒有爬到這個層次 還沒有在討論這個層次的問題 所以我們 我講一個國家線 我們去看藝術展覽 很多的導遊都會告訴你 這是花多少時間多少錢去做菜的東西 這個怎麼是欣賞藝術的方法 不是 這叫做製造業者眼中的藝術品 他只剩材料 剩成本 對不對 酒桃現在市價多少 花多少人工 一個小時三百塊 這樣是多少 這樣不太貴了 藝術品怎麼是這樣看 所以看沒有 因為它叫製造業的腦袋 製造業就是stay law 你就負責製造 你不要往上爬 這樣就好 我們現在再進一步到服務業 不一樣 我也沒有講說製造業一定stay law 製造業有高級品的製造業 有研發的製造業 那另外一個story 任何再厲害的國家也要有製造業 只是它製造的東西不一樣 高級機密工業輪得到其他國家來做 沒有就是瑞士 德國 日本機密工業 一樣是製造業 那是人家機密工業 瑞士做手錶你做得出來嗎 Copy 你沒看過原件你才覺得 你還是買Copy版的 因為你不曉得什麼叫做真正的東西 真正的手錶長什麼樣子 你才會去買Copy版 手機你會去 現在台灣小孩子不會去買山寨版的手機吧 不會吧 因為我們的品味已經拉到這個level 下不去了 我們已經被人來處理 當做人 過去我們的教育是訓練你當一個製造業 當一個資源回收人 但是我們現在的教育都要變了 不能再用過去的方式來處理人的問題 以前是人當半個機器在用 現在人拉回來 人是什麼 有創意 有思想 有品味 各種方面 你的教育要往那個方向去改變 那現行的教育 我最近看我孩子開的課本 又來中國文化教材 又來六七本 我跟你說 繼續再用這種教育來對我們的小孩子洗腦的 已經違反了日內瓦第十公約 我們是被佔領的人民 百姓 你再繼續對我的小孩子做這種教育 我告訴你這個逃不掉了 因為你現在有做就有紀錄 你不可以再對台灣人 我們被佔領的國家人民 從事改變我們文化語言的教育 而且用這個來考試非常可惡 他不僅用媒體 用教育 叫我們去當兵 這都是不對的事情 但是現在繼續跌走 不僅繼續跌走還變本加厲 這個以後一定要討論 不是 你看他現在政策越說越離譜 所以我在這邊講 這是很明顯違反日內瓦第十公約的動作 不要再講對不對 我們下面看一張圖 來 麻煩給高跟的那張畫 直接跳 高跟 我今天放的那個新的照片 我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沒說到太多 我要老一些 留一些時間 來 高跟放大 高跟的他的時間 是在必高手之前1860幾年到19多少年 高跟是一個法國人 出生在巴黎 他追求很多東西 到最後他這幅畫的名稱叫做 Where do we come from? 我們從哪裡來 What are we? 我們是誰 Where are we going? 我們往哪裡去 這是高跟畫的畫 在19多少年畫的 那時候畫家已經在問這個 我們台灣人都應該問的問題 你有沒有能耐向這個畫家問同樣的問題 我們從哪裡來 我們是誰 我們往哪裡去 我問台灣人 我們從哪裡來 我們是誰 我們往哪裡去 你一定要問這個問題 這藝術家幫我們問出來 這個高跟就是後來就是有花一大筆錢到大西地那個地方 帶幾個媽媽 美女如雲 吃了都最好的 因為以西方國家的力量 跑到太平洋一個小島上面去過很快樂的日子 去享受她的人生 後來自殺死去 因為她找不出她活的目的是幹嘛 後來自殺死掉了 過那麼好的日子怎麼自殺死掉了 她的自殺的原因就在她這幅畫的抬頭上面 我是誰 我從哪裡來 我現在在做什麼 往哪裡去 我跟你講 資源回收人不會問這個問題 我們過去 資源回收人不會問這個問題 我是誰 我現在在做什麼 我往哪裡去 台灣人 不會問這個問題 就是資源回收人 這個很有意思 我們有沒有這個capacity 有沒有這個能耐 來問這樣的問題 台灣人有沒有這個能耐 來問這句話 能夠問這句話 已經跳脫 你說資源 capacity有很多 我剛才講的是語言 各種語言 它就是階層上的不同的capacity 階層 不一樣是資源 問的問題不一樣 問到這個問題 已經是哲學性 宗教性 真理上面 什麼東西可以讓台灣人得到自由 就是 真理 真理讓我們得到自由 不是其他東西 不是說操作讓我們得到自由 上街抗議讓我們得到自由 跟國民黨真正權可以讓我們得到自由 跟國民黨真正權可以讓我們得到自由 真理讓我們得到自由 真理就要先把台灣人叫做 至少看到真理 聽到真理的時候 有一個正確的回應 而不是把他交叉 不是再用謊言再去貓騙 也不是讓其他人聽不到真理 對的事情 沒有就有 你說台灣人什麼人的 你說你中國的 拿出證據來 所有上歷史上的文件 都告訴我們台灣 就是台日本地國的土地 你還要騙什麼 他就是怕你知道真理 所以過期的歷史都把你蓋起來 我要讓你知道 現在跑出來 一旦跑出來 你就沒辦法再蓋下去 一旦出來 就印出來給大家看 民眾每個禮拜跟你說 很多人知道還在拖出去 就是這樣 但是你一樣不怕你說 資源回收人聽 他就這樣耳朵就嗚起來了 我明明就在上班 我說你怎麼 我要去接補習班 他要上課 他就用這種 生活上的琐事來抵擋 你要告訴他的事情 你要把他拉起來 他往回跑 還在怪你 所以有的人像什麼 你把珍珠丟給狗 它還回過來咬你 倒轉過來咬 珍珠給錯嘛 給錯對象 他會回過來咬你 有幾種方法 可以殺一個人 可以殺一個人 剛才說到生存戰爭 太郎 天皇被殺了 他不是真的殺掉這個命 玄智他就殺了 玄智不讓你花費重用 就是殺了 台灣人被殺的方法有什麼 你忘記你是誰人 也是一種殺的方法 你是活著 身體活著 但是你不知道自己是誰 是不是算是把你殺掉 如果讓你不知道自己是誰 也就算了 讓你錯誤的認知自己是中國人 那殺的更慘 不是只有把你抬還給你走 了解嗎 那又是下一個層次的問題 所以我們人是有什麼 有身體 有靈魂 body, soul and mind 意志力 這幾個都把你處理掉 把你留一個辛苦 可以工作 給資源回收人 你要知道自己是誰 藝術是一個扇門幫你們打開 好 接下去我們再回到 剛剛那個圖畫的部分 我怕我講太多 還有一個東西 有一個字叫做Permatism 叫做實用主義 台灣人很喜歡把你講的東西 換算成金錢的單位 來理解 因為你如果沒有換作錢 他聽不懂 我舉個例子 叫你來神經新聞錢 這對我有什麼好處 這都要花多少錢 笑死人了 你不曉得這個ID卡代表什麼 一萬塊錢我也去辦 我跟你講 你如果知道這個卡代表的意義的話 怎麼去抓那錢 說這一千塊三百塊 那就表示資源回收人的 腦袋會這樣想 對不對 你因為不曉得這東西的價值在哪裡 我跟你講世界民化 真的現在放在台北市上 今天會有落去 一幅上億幾百萬美積幾千萬萬金的話 放在台北市真的會做分手 等在旁邊 因為你看不懂 我現在說下去說這個 台灣民進府的東西 到底怎麼跟台灣的命運 這麼相關這麼重要的事情 看不懂 就去找那個 實用主義 實用主義它是 What's the cash value of this issue 什麼是這件事情的現金價值 我們來看現金 這把多多少錢 來決定這幅畫好不好 他的月薪多少 決定這個人的價值多少 不然都用錢來看 而且我們這個 所謂的實用主義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的回收時間沒有列入考慮 我要舉個例子 我去學畫畫 對於很多人來講 你做了錯誤的選擇 因為你去做一個 沒探集的行業 但是我那時候跟我父母講 探集沒探集不重要 我什麼時候回收 我如果是20年回收 我現在是不是要開始投資期 是因為這個東西要20年 現在做農夫就知道 有的草子 水果樹 就要三年五年再發假期再當農夫 你這三年不是做白工 對於那個一年就要回收 或者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要回收的農夫來講 你是不是做一個很笨的投資 對不對 是啊 但是我這個 這個重車科樹要三年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你要調整你的回收時間 比如說人家說民進府做那麼久 就沒看到什麼成績出來 同樣 慢慢來 就是要那麼久 就慢慢喝 我不是五分鐘煮一個湯給你喝 這個湯就是要熬六個小時 你才喝到好的筍吃出來 就是要那麼久 你就要等 就是要等 我看到那些都 很多人都走 給他走 因為他的回收時間太短了 他不會亂 月上的年紀的人 我們知道很多東西 都要時間去喝 對不對 像婚姻也是一樣 不如說一兩個月就離婚了 那個我想有問題 你結婚的時候一定是累積很多 你的感情才會越來越沉越香 就是說裡面有喜怒哀樂 有爭吵也有和 有分也有和 不是什麼東西都以自己為中心 你如果自己為中心 任何把這個當目標的人 永遠也得不到快樂跟幸福 快樂幸福在什麼時候存在 它只有在你把目標設定正確的時候才會存在 如果我說追求快樂是我結婚的目的的話 我有一天這個太太不認識快樂 我就跟她離婚 這是一個out 不是這樣子 它是一個你遵守正確的目標方向之後的副產品 快樂幸福的感覺 是你追求一個正確目標之後的副產品 當你每天很規規矩的上班下班回來把薪水 然後跟太太一起照顧一個家庭 照顧小孩子每一天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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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你從回到正常的台灣人的地位的時候 你的尊嚴也回來了 你的快樂 你的幸福感都回來了 所以你如果目標定對的時候 表示什麼 如果遇到困難挫折的時候 你不准咬咬咬 你不會被打倒 因為你目標設得很清楚 不會因為今天太太跟我鬧便扭 我就跟她吵翻然後就離婚 不會 我的目標更遠更長更久 回收時間拉長 我剛才講實用主義 把這時間拉長一點 很多事情都可以過去 藝術就是這樣子 藝術不是 還有一個叫做instant culture 就是馬上 我到7-11 五分鐘我就要看到食物 然後五分鐘之後我就要吃下去 然後後來就飽 就結束照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文化 素食文化 還有一個支援回收人的文化 就是素食文化 快吃 快滿足 快過氣 然後再往下 你也不曉得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也不曉得為什麼要這樣做 只是覺得越快趕快 快快快 不是 人不是這樣子過 那不是人 不像人的生活 素食文化 不是人的生活的文化 人家吃一片 歐洲人可以吃很久 我們是做得不耐煩 為什麼會做不耐煩 因為你沒有這個能耐 你沒有這個capacity 你沒有這個訓練 你也不懂的東西真正的價值在哪裡 所以你會覺得不耐煩 講得好的東西你坐不掉 因為你沒有這個能耐 吸收不了我講的東西 坐不掉就 你在說什麼 但是聽得懂的話 我跟你講你收穫良多 因為這個門一開之後就可以看藝術品 好啦 最後十分鐘我來講一段視覺上的東西 這個是印象派 台灣人對藝術品的欣賞層次大概就停在這裡 因為再來下一張 這裡還是勉強的印象派 這是反骨的作品 Story Night 夜空 再下一個 至少都還是具象 這就沒辦法了 為什麼 馬上就沒辦法了 台灣人就卡在那邊 因為教育停在寫實主義 這個來看一個杯子 杯子就是回到我們剛才那個小朋友的capacity 杯子只能這樣看嗎 這樣算不算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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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杯子 所以時間固定 但是不同的觀察點 產生這個東西 看一個人 時間固定 當你看我是這樣子 這裡是不是我 也是我啊 你只是換個觀察角度 不同觀察角度產生不同的面 但是同樣放在一個人的大小 那個腦袋上面的時候 也產生這種不同的切面 然後就有立體畫拍 了解嗎 就這麼簡單就解開來了 給我看看 因為 那現在重點 給我看看 你還看不懂它的厲害在哪裡 因為在它之前 說的人 都是一個觀點看事情 從它之後 各種角度在看事情 以前的歷史只有這種寫法 就是打一個王打敗哪個王 建立哪個王朝 對不對 過去都這樣看歷史 那歷史怎麼是這樣 同樣那個時間點裡面 很多事情發生 所以後來 因為這個觀點改變 有什麼 有生物史 有考古史 有藝術史 有音樂史 有女性觀點史 同樣一個時間點 很多人在活好不好 很多事情在發生好不好 有文學史 對不對 各種的史 所以你的史的觀點 從不同角度 都在看人類歷史 可以叫做完成的一個歷史 不是只有一種觀點 過期的都一種觀點 所以皮卡索開了一扇 潘多拉的河 開始各種觀點 思潮 那時候就 砰開來了 能夠從不同角度去看 同樣事情的人 他的能耐 就提升好幾階 我要講究這個 你們的對西藝術欣賞能耐 在視覺上的語言 要跳到 這是一百年前的事情 好不好 我現在講的是一百多年前 還不是最近的事 怎麼辦 台灣人怎麼辦 我們教育幫我們教一百多年前 1907年皮卡索化的 阿公阿嬤還做的 東西 我們現在還在研究 還看不懂 怎麼辦 我們是不是太落後了 資源回收人 撐起來 下一張 這是皮卡索 他一開始 也不是馬上跳進抽象畫法 他不是突然隔一天就變這樣 他是慢慢的改的 你看他眼睛都跑掉了 下一張 下一張 我會講這個 他必須要再講一個東西 就是 皮卡索的 他也不是他自己一個人跑出來的 他是很多人的力量結合在一起 他說他的利己花敗是 從一個人的身上得到靈感 他名字叫做賽上 這是賽上 在晚年的時候住在這條山的頭巾 每天就去畫山 下一張 這是賽上 再下一張 一開始他畫正常 大概所有的人去畫畫寫生都會這樣畫 下一張 就怪了 好啦 這發生什麼事情 怎麼畫這張圖 一樣畫一條山的圖 有什麼 用油畫畫 用油畫畫 沒錯 正常 你們觀察到什麼 灰灰灰 灰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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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 灰 怎麼畫成灰灰 但是已經慢慢不太向山了 就說灰灰 我跟你講為什麼 這個為什麼跟皮卡索的話 皮卡索的圖裡面學到什麼東西 我就要給你解碼器 對不對 我沒有解碼器你看 就叫亂碼 這是不是叫亂碼 這種電影都要看下去 這叫亂碼 你看一解釋之後就很簡單了 你們都有去寫生過的經驗 寫生是什麼樣 你們一次寫生都多久了 一兩個小時 一兩個小時 合理 那久的人 會到一天 對不對 會不會 就畫家盤盤盤盤盤 去外面寫生 還要回來 對不對 有沒有人寫生一秒鐘的 寫生一秒鐘的 沒有嘛 對不對 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之內 很多事情變化了 對不對 你顯然有畫過畫 光線會動 太陽是不是改變位置了 影子是不是動了 雲會不會過來 雲會不會影響到光線的明暗 那你畫的是什麼時候 是兩個小時前那個狀態嗎 還是兩個小時以後 我如果從早上畫到下午 太陽都從東邊跑到西邊 我為什麼還在畫早上的東西 你是騙的嗎 我跟你講就是 你就是在騙人 但是如果一個畫家 是堅持要說實話的人的時候 他就遇到一個很大的困難 我這邊調好顏色 回過來看 顏色不對了 怎麼辦 我就要去搜尋我記憶裡面 一個小時之前 一個小時零五分之前 一個小時零十分之前 發生什麼事 那我可能 這就是一個誠實的畫家 但是所有畫風景畫的人 都胡說八道 反過來講就是這樣子 沒有錯吧 因為你都畫那個特定時間 那個特定點 你也沒有帶相機去 你也不是說 鏡頭把它拍下來 有的 我沒有話講 但是你如果去寫生 就不應該畫出那種畫出來 不能像相機裡面那種圖片 你如果畫出像相機裡面的圖片 你是不是有問題 你在騙人 你騙人的話 我為什麼要看 你如果真的是寫實 要不然你就不要講寫實 你如果我不寫實 這個叫寫實 因為它隨著時間 所以它畫的每個地方 顏色都在變 因為它光線變 顏色變 氣候變 而且這幅畫畫了一兩個月 那你應該講說 這是一兩個月裡面紀錄的結果 那就有意思 一兩個月 有楓葉起來 楓葉掉落 也變凸 都有啊 你記載這個 所以是什麼 這是什麼 地點不變 時間變 剛才是 時間不變 觀察點變 皮卡索就對這裡悶掉 因為皮卡索比賽上 我覺得比較聰明 他一個故意的人 故意的人 就是什麼 我看到什麼 我就說什麼 對不對 他就這樣畫出很奇怪的畫 所以當時的人 可能不太能欣賞這種畫 但是皮卡索 這個聰明 但是我不能直接操 那我變成什麼 操襲 就要下台 對不對 我都不能聽 那就不能抄襲 不能抄襲就要扭轉 一個是固定地點 時間再換 那我就固定時間 觀察點再換 就變皮卡索那個東西了 了 現在你們可以從1907年跳到 19 1920年 30年 40年 50年 可以了 可以了 因為我們教育裡面少到這一塊 我給你們補這一塊 好啦 有這個就很好了 有這個有什麼好 我們觀點不一樣 以前不會再用 宣傳品的方式看待我們的歷史 國民黨要把你灌的宣傳品的那樣的史觀 來看歷史 我最近一直在講明政府的事情 給大家人聽 可是他們每次回應我的話 都是又把國民黨自己的歷史 課本的問題 又背一次給我聽 我說你跟我講這個 你在講宣傳品 背給我聽幹什麼 我現在可以講歷史文件 歷史文件 你背那個就是選擇性文件 為支持它的論點的文件 沒得比 我們去維基自己去查 現在電腦這麼開放 不要每一次都看那些群色圖片 看那些有意義的東西 跟我們這個人有關係的東西 跟我們台灣人是誰 所以今天整個我們藝術史入門 就是把你們帶到這裡 再來 接下來去你們上高級班的時候 我會講更多 那我們還有幾分鐘 有問題嗎 沒有的話我們就下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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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